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空间中有两个相距为2D的禁止电荷 将这两个电荷缓慢移进 距离低禁止,需做工 需圈起来,需做工 如果再将两个电荷移进到五分之低 需要再做工多少 注意,他问再哦 再做工是不包括前面哦 那么这两个电荷应该是正电还是负电 如果是,不好意思 应该是同性电还是异性电 如果是同性电 我要移进,他要抵抗次力,我必须要做工 但是如果是一正一副,他们自动就靠近了 我不用做工啊 如果我要做工,我会做的是副工才对啊 这个东西如果他是移进做正工的话 同性电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要根据什么来算 做工,这个应该考位能 来为什么?功能原理 非保守力做工等于动能变化加上未能变化 非保守力做工等于动能变化加上未能变化 有问题 虚是什么意思?虚就是至少 来刚刚叫你把什么东西圈起来?虚圈起来 当你看到虚这个字,他就是至少 那至少又是什么意思呢?至少就是我要做工越少越好 那做工越少越好就是等速度 等速度的话就是让谁不要增加 让动能不要增加 所以这个虚 动能不要增加 可以喔?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算式要怎么写 原先他的做工叫做W 那W要等于未能变化 后减前 后减前 那后来的未能,我们就代KQQ 再除以D 那因为是同性电未能算出来是正的 减掉原来未能,原来未能叫做 KQQ再除以2D 好,利用这个算出来 他的做工就是KQQ再除以2D 好,再来第二次 第二次做工叫做W 那W也是一样未能变化 那未能变化也是后减前 后减前 KQQ再除以 5分之D 减掉原来未能,原来未能他是从D开始靠近 所以减掉原来未能叫KQQ再除以D 这样算出来就是 来那个翻上去变5,减掉这个东西变成4倍的 KQQ再除以D 来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来 这个东西是他的几倍啊 8倍好,所以 这样就可以算出来 这个就是8倍的W 对不对 这个8倍变他嘛 那就是W8倍 好,所以本体的按照选B 就可以了